发生话题追根秀底 大家好欢迎收看热水宗 我是林一如 很多人来台湾专门来看故宫宝藏 但其实台北的历史博物馆 也是另外一个华夏文物的宝库 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到这座宝山里头 细细领略精神食粮 夏商周三个朝代所制作的青铜器 流传到现在真的是弥足珍贵 国立历史博物馆就收藏了 考古发现最早的春秋时代青铜器 在河南新镇出土的102件文物当中 其中一项盘龙方胡 展现出难度极高的施腊法铸铜技术 而这批文物也随着战争颠沛流离 好不容易来到了台湾 却出现了许多破损 民国64年修复之后开始展出 也难怪有人说 没有河南文物就没有今天的历史博物馆 中国历史5000年 酒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举凡祭祀典礼或民间的丧葬婚庆 处处可见酒的踪影 中国不但是造酒谷国 更在乱世中创造出许多华丽的酒气奢华品 青铜器 中国最早的夏 商 周三个王朝 因为青铜器发达 被称为青铜时代 这个春秋中期高90.3公分 升57公分 重44公斤的盘龙方胡 装饰极为华美 将工匠的巧思与高超的铸铜技艺 表乐无疑 到了春秋以后 因为它焊接的技术变得比较进步 它就可以把很多大的大型的东西 都把它安装上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大的老鬼变成它的脚 然后上面的两个龙耳也上去了 然后更精彩的就是它的盖棺 它的盖棺上面就是爬满了盘蛇纹 你可以看到上面一个一个的蛇的头伸出来 上面还有眼睛 胡是一种成久容器 形式变化相当复杂 大致分为方胡 圆胡和扁胡等形式 盘龙方胡上面为镂空网状的蛇纹盖棺 两侧富耳座立体透空 回首吐蛇的龙形圆雕一对 底部又设一对虎形吐蛇立雕 研究人员认为盘龙方胡 有别于西州气势的庄严气息 近似春秋时期楚国七气纹饰中的夸张风格 有虎族然后有盘龙耳的这种方胡 通常在春秋的时候很多 在春秋的时候大家都把它叫做楚式方胡 它是左右方的一左一右这样子的 因为一左一右所以它一定是一对 其中两个叫做盘龙方胡 另外两个叫做莲鹤方胡 盘龙跟莲鹤指的是这个胡上面的装饰 由国立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这件盘龙方胡 为中国古代铜器中考古发现最早的春秋时代青铜器 仅出土四对的春秋楚式龙耳方胡 具有重要历史与文化价值 2011年被文化部指定为国宝珍贵无比 另一件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而盘龙方胡为河南新政出土 1923年8月25日 一位名叫李锐的居民 在菜园进行挖地开井的工程 意外让埋藏几千年的青铜器重见天日 在河南就有一个居民 自己在自己家的菜园子里头 就想挖一个水井 挖挖挖 奇怪 怎么挖到一个顶 挖了一个顶 然后叫朋友来看 朋友就说 这个很值钱 怎么样 他就拿到古安店去 一下就卖了很多钱 很快消息就传遍了他们河南新政当地 所以那个时候的话 也刚好是北洋军阀 正在歌曲的时代里面 当时那个陆军第十四师的师长 一个姓靖的师长 后来他就能好下令 把这个粮封存起来 那他派的工兵开始挖 而且还劝这个李锐 把东西给捐出来 当时在河南驻守的是直系强人 孙传芳的旗下大将靖云二 开挖正宫大墓 唯一保留的照片中 靖云二身穿长袍 一旁白色军服的就是北洋军 穿插其中的则是靖云二 顾得挑夫 将挖到的铜器 全数运到河南古物保存所 分文不取 此一墓葬被后来的学者专家称为 新正正宫大墓 我们知道真正中国的考古是 殷虚的发掘 殷虚发掘要到民国十七年 它也足足比它早了五年 后来证实了 在河南新正的这一个东西的挖掘点 它其实是一个家族目的 简单来讲 它就是一个很多人摆扎到这个地方 那所谓的出土的这个106件的这个铜器的这一个墓 只是其中一个墓而已 它附近还有其他的墓在里面 所以这个是1960年之后才确定的 所以这个应该是正这个国家 它们的这个宗族墓室 就马上这个地方 从正宫大墓出土的青铜器共102件 分别存放在台湾与大陆五个博物馆中 国立历史博物馆收藏了21件 当时战乱不断 这些文物也随着战争颠沛流离 结果抗战八年过去了 还来不及遇回河南 那个时候又开始大陆又 北边又开始丢掉了 于是大家又紧急往前侧 于是就弄了好几架飞机 紧急的就把这几项文物 就原封不动的又送上了飞机 然后又打算运到台湾来 第二架飞机起飞以后 就发现高速炮在打 就绕路飞 它就不敢直接这样飞过 它就绕海南岛飞 就飞的时间比较长 然后也到了台湾 第三架飞机 第四架飞机就左等右等 都没有等到 利用这个原本的这个旧的旧址 就盖了日本的旧房子 后来就盖了 这一个我们的这个历史博物馆出来 所以我们历史博物馆 如果没有河南 简单来讲 如果没有那个河南新镇的 镇宫大墓的挖掘的话 那么我们现在可能没有 这个历史博物馆可以看 盘龙芳湖虽然是一种酒器 却不是一般人拿来饮酒之用 而是尊贵的礼器 属于王公贵族 在从前强调阶级关系的社会里 是重要身份地位的表征 在周朝来讲的话 酒的功用通常就是两种 通常就是在祭祀的时候会就是用到酒 那另外的话在日常生活的饮酒 也就是也会喝酒 从甕里面咬酒或水出来 放到湖里面去 而湖呢再把它拿到拜拜地点去 放在那边拜拜 所以它是装酒或装水都对 就是装液体类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的话是属于整个套装的 从商道粥的青铜礼器的一部分 同样出土于正宫大墓 春秋中晚期的虎形尊高22公分 长27公分 尊是专门祭祀或宴饮食所用的青铜酒器 通体四虎形也格外稀有 它的背上有一个可以打开的盖子 然后把酒倒进去以后 可以拉住它的尾巴 变成一个把手 这样从嘴里把酒倒出来 那它为了迁就这个湖的容量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脚非常的短 身体非常的肥 然后可以装很多的酒 那它的脸呢 张大的嘴 瞪大的眼睛 然后它中间还有一个小的脚 尊出现在商代 盛行于西州 春秋后较为少见 而一旁两件春秋中期的 盘痴纹圆弧 样式较为朴实 右边的这个圆弧 它的盖子已经疑似了 但是基本上它的圆弧的样子 非常朴实 跟芳芙完全不一样 芳芙它出了很多很多的装饰 但是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圆弧上面 它有很朴实的玄纹 然后还有一些送面纹就没有了 它就是只有这很简单的一些画样 但是圆弧跟芳芙一样 都是很重要的酒器 然后是在祭祀的时候要用的 青铜器不止在古代备受重视 从今日的眼光来看 青铜器也绝对称得上是古代科技 与艺术的美丽结晶 而春秋中晚期出现了古代 青铜野住史上一大技术革命 就是湿蜡法 由于蜡的可塑性高 能雕塑出极细致的纹饰及造型 盘龙芳芳体型硕大 展现出难度极高的铸铜技术 是春秋时期高度工艺水准的 代表青铜器之一 芳芳上丰富的蛇纹 虎纹与盘龙纹等 也展现出近楚文化交流的特质 我们看它是下面的这只老虎 它是兔舌头的 那很多人都说 这个跟楚的乌是有关系的 乌术有关系 所以在这个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个龙 龙基本上是正过的 然后它身上还有一些花纹 可能也是来自于这个晋骨 所以它基本上在那个时候 大家都认为说 它们有融合的风格 常听到人家讲的 当然就是所谓的饕铁纹 类似像猛兽去食人的东西 实际上饕铁纹是一小部分 一般我们把它称一个更多的 叫兽面纹 它上面有感觉上 可以看得出来眼睛 然后凶猛的样子 铜器上所装饰的动物形态 使得整体器物充满生命力 而青铜器上最常见的纹饰之一 就是饕铁纹 从中间一分为二 平铺在器物的腹部 把现实中的动物抽象化 有着C型角 大眼 尖牙 尾巴 羽翼翘起 在周朝末期 饕铁是一种怪物 后来被称为贪食者 用来警告人们切记贪食 除了套贴纹 自然界的景物也呈现在青铜器上 比方说像雷 雷纹 像云纹这类东西 它就放在器物上面 除此之外 它也用了一些几何的 比较早期的 它有用方形的三角形 当作一个圈上的花纹 换句话说 在青铜器上面看到的器物的纹饰 一部分是反映它们对自然 对未知的东西的敬仰 这一批1929年在英雄发掘出土的铜器 可以看出商代铜器是重铸的组合 其中铸是青铜酒器中的礼器之一 有学者认为原始的绝 可能是由羊或牛角等绞型器 加上三只竹条或木条演变而来 更发现绝杯上的两个小角 可能有特殊用途 它可能是为了要 让那些喝酒的人知道节制 仿佛说这两只角 就在你喝酒的时候 这两个角要是顶到 你点上的时候 就代表说应该要喝到此为止 它下头有三只角 一般而言轻动器 它有一个角的位置 就下面有一段空间 它空间做什么用 过去它可能 让这个下头是可以放炭火 可能这些酒都是要有点加热的 想像我们老祖宗 在饮用这些酒的话 大概就是喝的都是温酒 而不是这些冰酒 另外这把全球中晚期的金饼剑 剑饼长10.7公分 剑身长22.6公分 出土于灰线琉璃格甲木 剑饼以金箔包袱 四周伏刻双身蛟龙纹 这把剑的风格 受到多种文化的影响相当珍贵 也被指定为国宝 这个金饼剑出来以后 大家都非常兴奋 因为在整个墓葬里面 只出了两件金饼剑 另外一件金饼剑是郭宝军在60毫目里面挖的 那这把大家有没有看到它的尺寸非常的小 那主要它是因为它是魏国的国君 它自己本身是个诸侯 它就把它带在身上做匕首用 剑是用青铜所铸造 但是那个手柄地方特别用那种黄金 用黄金是来代表所持有者它的尊贵 它未必是拿这个剑来育武 但是它可以用那个剑饼的地方 它有开了一个小的领口 这个领口对着嘴巴吹 它仿佛如同一个哨子一样 它声音带有警示的效果 换句话说 真正持有这把剑的人 平常带着这个剑是用来做一个象征 它拥有某一种的特权 在中国尚未开始发展科学考古之前 正宫大墓所出土的青铜器 是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春秋时期铜器 也成了后来学者研究青铜器的宝贵资料 青铜器反映出古代贵族的生活和礼俗制度 三千多年前的铸铜工艺水卷 直到今日依旧令人叹为观止 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看到的是 距离一千五百多年前 北朝的佛教石雕作品 当时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 透过佛教发愿护持佛法 而当时跟佛教相关的艺术作品 每一件都要做到尽善尽美 我们休息一下带你来欣赏